接着有新约的背景,首先是亚来文 因为当以诗人被老后,他们渐渐用了亚来文来取代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是当时的细诗读圣经用希伯来文 但是通俗的普通人说话就是用亚来文 亚来文和希伯来文都是属于同一个来源 都是属于中东的语言 耶稣在说话的时候应该是用亚来文 但他应该是懂得希伯来文 也可能认识一些希伯来文也不一定 因为有希伯来人找他和他聊天 所以他有可能是认识希伯来文的 然后有个叫Targums 就是旧约圣经的亚来文的翻译本 即是在旧约圣经耶稣未来之前 已经翻译了旧约圣经做不同的语言 在这里翻译了亚来文 然后Targumut和穆德 就是犹太人的各种传说和旧约的珠识 是拉给犹太教的珠识 是用亚来文写的 就是他们的信仰很多时候 就是被Targumut和穆德所影响的 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规条 其中耶稣也有攻击的 就是说他们 你们就把那些钱奉献了 不用给父母钱了 耶稣又说 你用遗传废弃了神的话语 因为这个传统的缘故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要求 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耶稣没有做他们 吩咐的事 比如在吃饭之前洗手 是一种礼仪 不是洗干净的手 是一个礼仪 Sanhedrin公会 公会是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治理文士的机构 是有祭司、法利塞人、杀都该人和长老 大祭司是领袖 七十个人 即是七十个人加大祭司 大家都知道判断耶稣定罪 判断如何做法 那是公会的决定 公会的大祭司带领 而撒都该人 大祭司很多都是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是一个 对于圣经有些是不信的 不信復活那些的 而祭司很多都是撒都该人 好了 会堂 就是犹太人被弄之后 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被毁了 他们就有聚集的地方 就有不同地方的会堂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 你也可以去到不同地方的会堂 我自己就去加利利拿撒勒那些会堂 我去过 还有我去过摩大拉那里的会堂 很特别的 那里有个天主教的神父在这里 解释很详细给我们听 他里面那些很多的细节 还有他们有律法去读 那些细节在那个地方 那人解释给我们很多 好了 接着就是犹太僑文 就是善居在外国不同国家的犹太人 在《比特前书》第一章一节 就是说到这些善居在不同地方的犹太人 那由法利塞人 就是主前三个世纪开始的 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接受了希腊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习族 那法利塞人就对这种同化的反抗 目的是想严格遵从摩西的律法 本来是好的意思 但是后来他变成了自义 就是觉得自己很对 所以就变成了假恶为善 就变成了敌党耶稣 他说其实在圣经的历史上 我们看到一件事 宗教很多时候是祭司管理 那些先知全部都是神兴起某一个人 那些人是平民不同的身份 那些祭司对于那些先知 很多时候是不接受 所以有些 譬如耶利米被人抓去坐牢 以西杰他就勸过那些人 你们要悔改 他就直接在街上躺在那裡 就代表以色列人要被人努力 躺在那儿躺很多天 就去告诉人 神真的要审判 但是当时有些假先知 就说不是的 神不会这样审判的 你不用这样害怕的 他们很多时候对于先知是不接纳 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也同样 就是那些祭司控制了 而祭司很多时候是杀都哥人 这个杀都哥人就是八个人 包括祭司、官员、商人等等 有财富的人 他们接受希腊的文化 不信有复活 不信灵魂的不死 他们只是跟从摩西五经 严格跟从摩西五经的死刑 如果大家去过一些会堂 或者一些以色列的博物馆 你发觉他们有那些摩西五经 Torah 非常之尊重的 有一个很特别的櫃装 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装装 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他们在聚会就会捧出来 有看的 他们对于摩西五经是非常看重的 但是对于先知书 地位就放低很多 不是那么全面接受先知书 所以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 他们不是那么接受的 而摩西五经其实也有说到 将来神会派一个先知来 但是他们也不相信 所以这个只是看重摩西五经 这个倾向是犹太教其中一个倾向 我曾经在意识里和那些犹太人经过 有些人都不知道有以赛亚书 我跟他说 你只是以赛亚书 他说有以赛亚书 有些犹太人可以是这么无知 他们不是这么认识的 然后文士就是抄写经卷的人 他们研究圣经 是教导圣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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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